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来到雪霸国家公园光雾油气区 我是解说员彭文理 海拔2000公尺的光雾 几乎一整年都围绕在云雾当中 根据台大林伯雄教授的观测记录 光雾一年当中竟然有超过300天起雾 这些云雾所带来丰沛的水汽 形成了光雾的雾林带生态特色 所以除了观赏云雾的变化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稀有的生物 像是快木 台湾叉树 地木华凤仙花 还有宽伟凤蝶等 当然还包括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主角 光雾山椒鱼 台湾是全球山椒鱼分布的最南界 在学术的研究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因此雪霸国家公园在光雾 设立了国内所作以山椒鱼为主题的生态中心 在我前面这一片层次丰富的森林 就是位于生态中心旁边的环境教育园区 雪霸国家公园经过四年的努力 所营造出来的光雾山椒鱼漆地 现在就由我带着各位实际走一趟 一起来认识光雾山椒鱼 以及它的漆地环境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只可爱的光雾山椒鱼 它的身体长约10公分 身上有很多明显细小的摆点 四肢短短的 身体湿湿滑滑的 还有一双圆圆大大的眼睛 有人说它像是蜥蜴或者是壁虎 常常有人会问说 山椒鱼是鱼吗 油软刚呼化出来的小山椒鱼 确实需要生活在水中一段时间 不过它并不是鱼哦 它是属于两栖类 生活在水中的小山椒鱼 等到它的腮退化之后 也会上岸生活 上岸后的山椒鱼 主要靠着它的四肢爬行 而且它的尾巴会留着 不会退化 在这个栖地里住着同样是属于 两栖类的末世树蛙 我们在这个生态池里 可以看到末世树蛙的蝌蚪 有的已经长出脚来了 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的上岸 在这个叶子上面 我们看到上岸后的小蛙 它的尾巴会慢慢的退化掉 然后靠着它的腿弹跳来行动 这个是它们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 气地中小溪流旁的这些石块虎木 以及松软的腐植层底下 就是山椒鱼喜欢躲藏及觅食的地方 这样的生活习性 再加上它的族群数量非常的稀少 所以我们要在野外看到它 其实是不容易的 这些年来 台风蚝雨所带来的土石流 对灌物地区山椒鱼的梯地 造成了破坏 因此在97年的时候 雪霸国家公园 选定了这块位于云雾步道旁的漆地 开始进行营造工作 并且结合生态中心 作为户外环境教育的场地 这里原本是火灾后所残留的 二叶松林及掩替初期的盲草地 生态非常的单调 为了加注它的掩替 首先我们先从清除盲草开始 种植一些原生树种 像是一些藏绿及落叶树种 还有一些底层的植被植物 引进稳定而且干净的水源 布置一些虎木及石块 经过了这几年的营造 实际的监测记录显示 漆地目前的动植物生态 比营造之前更加的丰富 棺木三胶鱼食物昆虫的数量 及种类也不会少于原始漆地 而且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现到 棺木三胶鱼 这些经验在透过长期的监测记录 未来将可以提供 漆地予呼吁工作的参考 最后欢迎您有机会到 棺木三胶鱼生态中心 与我们一起分享 国家公园保育的成果